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梦境的电影诗篇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毕沙罗 红墨房街 巴黎街头的画布诗篇 当我们谈论毕沙罗的红墨房街时 庞佛走进了一个时光隧道 回到了19世纪末的巴黎 这幅画作不仅仅是一幅风景画 更是一首描绘巴黎街头生活的诗篇 毕沙罗 这位印象派大师用他的画笔捕捉了巴黎的灵魂 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繁华与喧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背景 红墨房街Rudimu Land位于巴黎的蒙马特区 这里曾是艺术家们的聚集地 毕沙罗选择这条街作为题材 无疑是因为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艺术的灵感 画中的街道两旁是典型的巴黎建筑 行人们悠闲地漫步 马车在街上行驶 整个场景充满了动感和活力 毕沙罗的画风 以其独特的光影效果和色彩运用而闻名 但红墨房街中它运用了柔和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 让画面显得既真实又梦幻 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街道上的斑驳光益 这种光影效果让人感觉庞佛置身于现场 感受到巴黎的阳光和威风 有趣的是毕沙罗在创作这幅画时并不是站在街头 而是从一个高处俯瞰整个场景 这种视角让画面显得更加开阔和立体 彷復我们在观看一场城市生活的舞台剧 这也反映了毕沙罗对于城市生活的观察和理解 它不仅仅是描绘表面的景象 更是捕捉到了其中的韵律和节奏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毕沙罗在创作这幅画时 经常会在街头观察行人和马车的动态 有一次 他正专心置之的画柱 突然一辆马车急驰而过 差点撞到他 毕沙罗惊魂未定 但他却灵机一动 将这一瞬间的惊险场景融入到了画中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画中能感受到那种动感和紧张的原因吧 总的来说 毕沙罗的红墨房间 不仅仅是一幅画作 更是一段巴黎街头生活的诗篇 通过这幅画 我们得以一窥 那个时代的繁华与喧嚣 感受到巴黎的独特魅力 毕沙罗用他的画笔 将这一切定格在画布上 让我们在百年之后 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动人的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 爱情与阴谋的歌剧喜剧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这部歌剧真是爱情与阴谋的完美结合 简直就是18世纪的宫斗剧 首先 让我们从背景开始说起 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于1786年创作的歌剧 剧本由洛伦佐·达·彭特勒·Enzo·达胖撰写 来编自伯马舌·伯马尔奇斯的同名戏剧 这部歌剧在当时可是相当大胆 因为它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和虚伪 甚至还有点反叛的味道 故事的主线围绕住费加罗和苏珊娜这对恋人 他们计划结婚 但却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是费加罗的老板 阿尔玛维瓦伯爵 他对苏珊娜垂涎三尺想要行使所谓的出业拳 这个设定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讽刺意味 因为伯爵本应是道德的守护者 却成了最大的反胎 然而这部歌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情节 还在于他的音乐 莫扎特的音乐天才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比如苏珊娜和费加罗的二重唱Sink DC Venti就充满了轻快和甜蜜 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情 而伯爵夫人的勇叹条Poji 阿尔玛则充满了忧伤和无奈 表达了他对丈夫的不忠的痛苦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这部歌剧中的阴谋 费加罗和苏珊娜 为了对抗伯爵的阴谋 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甚至还让伯爵夫人参与其中 这些计划有时候看起来简直像是闹剧 但却充满了智慧和幽默 比如苏珊娜和伯爵夫人交换衣服 让伯爵误以为自己在勾引苏珊娜 结果却是自己的妻子 被一幕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最后当然是大团圆结局 伯爵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向妻子道歉 费加罗和苏珊娜也终于能够幸福地在一起 这部歌剧在结尾处给观众带来了希望和快乐 让人感受到爱情和智慧的力量 总的来说 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充满了爱情 阴谋和幽默的歌剧 它不仅展示了莫扎特的音乐天才 还通过生动的角色和情节 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美好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部经典作品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和深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塔可夫斯基镜子《记忆与梦境》的电影诗篇 当我们谈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镜子1975 就像是在探讨一场梦境与现实交织的奇幻旅程 这部电影被誉为电影史上的诗篇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塔可夫斯基这位导演 它就像是一位电影界的魔法师 擅长用影像和声音来编织出一个个深邃的故事 《镜子》这部电影 正是它最具个人色彩的作品之一 这部电影没有传统的叙事结构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看似无关的片段 这些片段像是记忆的碎片 又像是梦境的片段 电影的主角是一位病重的诗人 他在临终前回顾自己的一生 这些回忆和梦境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塔可夫斯基用这种方式来探讨记忆 时间和自我认知的主题 这些主题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但在镜子中达到了巅峰 有趣的是 塔可夫斯基在拍摄镜子时 他更像是一位即兴创作的艺术家 让演员们在拍摄现场自由发挥 这种创作方式使得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 都充满了即兴的灵感和真实的情感 电影中的许多场景都充满了象征意义 比如电影开头的一场风暴 而纳尺在镜子前疯乱和不安 而纳尺在镜子前疏头的女人 则象征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 这些象征意味深长 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 不仅仅是在看一个故事 更是在体验一场心灵的旅程 塔可夫斯基曾说过 他希望观众在观探镜子时 能够像阅读诗歌一样 从中找到自己的解读和感受 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魅力所在 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记忆和梦境 总的来说 镜子是一部充满诗意和哲理的电影 它让我们思考记忆与梦境的关系 让我们在视觉和情感的交织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 就像塔可夫斯基自己所说的那样 电影是一种梦境的艺术 而镜子正是这种艺术的极致表现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现实生活有些枯燥乏味时 不妨打开镜子 让自己沉浸在这场梦境与记忆的奇幻旅程中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艺术音乐和电影的奇妙旅程 从毕沙罗的红墨房街 我们感受到了19世纪巴黎的繁华与生机 随着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我们体验了爱情与阴谋的交错 最后 透过塔可夫斯基的镜子 我们进入了一场梦境与现实的深邃探索 总的来说 这些经典作品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 捕捉了不同时代和领域中的美与深意 毕沙罗的画作让我们庞佛能闻到巴黎的街头气息 莫扎特的音乐让我们在笑声中 感受到人性的真实与复杂 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则带我们进入了一场心灵的旅程 思索记忆与梦境的微妙关系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品 更是时间的见证 情感的诗篇和思想的启迪 它们让我们在欣赏的过程中 不断反思自身和世界的关系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吧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i know we're at it from the weather change to the world's big stage everything's fair game under our spotlight's flame c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cks got to talk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air share we're at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cks sorry goo incapable ispire you why goo .''ic hat'ggy site'g